大家都到齐了 我有话要说 我有件事情本来不想说 可是一直瞒着也不是个办法 所以今天 等大家都到齐的时候 我特地要说清楚 小军小杰 我打听到你们爸爸的消息了 我爸爸在哪里啊 我爸爸呢 还知不知道我们来找他 你们先别激动听我说 你们爸爸他 大夫 该说的还是要说 我相信小军和小杰 他们能够承受得住 为什么说我们能承受得住 我爸爸他怎么了 虽然你们很思念爸爸 但是你们对爸爸的印象 一点都没有了 对不对 其实你们所思念的爸爸 只是你们想象出来的 他可能跟你们想象的 完全不一样 就算是真的见了面 也不一定是原先你们 所期望的那样 一定幸福快乐呀 我相信我爸爸 和我们想象的是一样的 如果遇到他 我一定认得他 印尉 我看过爸爸的照片 好 这些都不重要了 印尉 印尉 感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不要再想了 这一切都是迫不得已 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 我什么时候后悔了 郑家这样对我 我是不会把小君和小杰 这样好的孩子还给他们的 没错 小君和小杰都是好孩子 怎么能让郑家那种财大气粗的环境 给污染了呢 我大听清楚了 郑世贤这家伙 真是对小君小杰姐弟俩无情无义啊 她早就另娶有钱人家的千金 还生了个女儿 那个少奶奶 是个很能干的女人 郑家大大小小的事情 都是她在管 郑世贤什么都听她的 还特别疼爱那个女儿 我看 她根本早就忘了高叔华母子了 这种负心还最可恨 她不配做小君和小杰的父亲 郑家诺大了家业 就是没有男丁可以继承 这郑家少奶奶啊 似乎从前哪儿出过意外 所以无法再生育了 现在郑家到处在找这个孙子 就是为了继承香火 真是太自私了 香火中断 就是郑世贤抛弃妻子的报应 要是让小君和小杰知道 他们的爸爸其实并不思念他们 他们一定会很难过的 没有什么 比美梦破碎更残忍了 还是让他们不要知道比较好 这样我们就有机会收养小君和小杰了 让小君嫁给家祥 咱们家可就热闹了 小杰是郑家唯一的孙子 虽然我不对郑家的财产抱什么幻想 但是防人之心不可无 我们收养了小杰 有了这层关系 将来就可以拿来对付郑家 对 要是有一天小君长大了 我们再考虑跟他说出真相 那时啊 他已是家祥的妻子了 他也不会怪我们了 我们和郑家成了亲家 到了家祥这一带 也可以继续繁荣下去 啊 雅芸 你会不会看不起我 看我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怎么会呢 你也是为了这个家 家乡的病把你拖累得够惨的了 老天爷把小君和小杰送给我们 或许就是让他们来救我们 小君小杰 小杰你们就别再哭了 爸爸死了 我们没有家了 我们变成孤儿了 那也没有关系啊 以后你们就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 我的爸爸妈妈 就是你们的爸爸妈妈 我会像亲大哥一样 照顾你们的 那不一样 妈妈临终前跟我说过 一定要让我们找到爸爸 爸爸的家才是我们的家 可是爸爸死了 可是爸爸死了 我们连妈妈最后的心愿 都没法达成了 爸爸 妈妈 你们为什么没有带我一起去啊 为什么要把我们扔下啊 为什么啊 喝不着 喝不着 喝 来 如萍啊 我们去睡觉吧 好不好 不要 不要 我就是要等爸爸忙 如萍乖啦 爸爸有事情要忙 不要吵爸爸 不要 不要 我就是要等爸爸忙 如萍 爸爸 来 乖女儿爸爸抱 她今天学了一首歌 非要唱给你听了才肯去睡 小宝贝 会了一首什么歌啊 小星星 小星星啊 爸爸也会啊 爸爸给你伴奏好不好 好 好 来 爸爸拿口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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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星星 小星星 一闪一闪亮晶晶 满天都是小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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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妈 今天我和小姐是想告诉你 爸爸死了 您交代我的愿望 我没办法达成了 您能告诉我 将来我跟小姐该怎么办吗 卫芳 来 坐 我真的是太惭愧了 前几天我看了一本心理学方面的书 上面说 越是得不到父爱的孩子 就越是依恋父亲 如凭之所以会这样 都是因为我太疏忽他了 那小卿他们呢 他们 我听伟文说 底下的人已经找遍了整个厦门 都没有他们的消息 要不要 我发动各地分行的人帮你去找 再加上各个经理的人脉关系 我相信只要他们还在南方 就一定找得到他们 不要了 该做的我都已经去做了 剩下的 就要靠老天了 为什么 难道你不关心他们了吗 俗华是我的妻子 小军他们是我的亲骨肉 我能不关心他们吗 只是 我不想再伤害你了 美方 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都忽略你 让你受了很多的委屈 厦门那边的事情 就交给伟文来办好了 别人不会说什么的 如果你再插手的话 就会弄得满城风雨 到时候 你的面子往哪儿搁 别人该怎么说我们郑家 师兄 能听你这么说 我真的是太感动了 美方 这一切 我应该感谢你 这么多年来 你为我们郑家付出了那么多 又受了我这么多的委屈 你千万别这么说 为了你 我都是心甘情愿的 北方 谢谢 小军小杰 你们两个吃饭呢 都是你们爱吃的 和妈妈特地为你们煮的 小军小姐 我知道 你们为了爸爸的事情 心里很难过 但是人活在这个世上 总要面对现实 你们也应该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啊 是啊 要是你们妈妈知道你们俩这样 她在天上也不会心安呢 那 是 伯伯和妈妈 对不起 我们真的吃不下 我们要回房间休息 小军 小姐 妈 怎么办 小军和小姐这样 我以后难过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家祥 你跟小军小杰的感情比较好 你好好劝劝他们 安慰他们 让他们慢慢地开心起来 嗯 看他们姐弟俩这样 我真过意不去 难道我们能告诉他们事实吗 不行 绝对不行 嗯 这事都已经定了 就没有后悔药可以吃了 要不然 我们家什么都完了 我也不想这样 但是政绩 实在是逼得我们走投无路啊 我回来了 伯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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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军小姐 今天过得怎么样啊 我们今天和家祥坐在一起 画了一张画 画的是我和姐姐的画像 我们要刷给天上的爸爸 嗯 你怎么喝酒了 还买了大包小包的 这不是浪费钱吗 没事没事 咱们进去说 进去说 嗯 来 小军小姐 什么 叶副总人那么好 还帮你减少工作 那是 一个月十块大洋 这一年就是一百二十块大洋 还不算年底的分红 足足是我之前三倍多的收入啊 他可是咱们家的大恩人哪 是啊 叶副总真是我的大恩人 从今以后 我一定做牛做马 来报答他对我们的恩情 好 先不说这些了 来 孩子们 看我给你们带了些什么 好 贾强啊 这是外国进口的轮船玩具啊 真是大轮船啊 还没赚到钱就先花钱 去买钱没用的 让孩子们也一块高兴高兴 小军小姐 你们也有份 我们也有 当然了啊 小姐啊 这是一个新的口琴 比原来那个大一号 你看看 谢谢 这么大的口琴啊 太棒了 何伯伯 这应该很贵吧 没什么关系 那个 小军 你看何伯伯给你买了些什么 是磁绣工具 小军是你最喜欢的 何伯伯 谢谢你 小军 何妈妈知道 你还在想爸爸的事情 但人死不能复生 你要快乐地坚强生活 小军 何妈妈 何伯伯 还有家乡 都希望你们快快乐乐地生活 你知道吗 是啊 小军 你快乐一点吗 我 何伯伯 何伯伯 何妈妈 我 对不起 我 我想起我爸爸 想起妈妈 我真的就没有办法快乐起来 真对不起 小军 小军小姐 何伯伯知道 在你们心目中 何伯伯和何妈妈 永远都没有办法代替你们的爸爸和妈妈 但是何伯伯要告诉你们 从今以后 何伯伯和何妈妈 会把你们当作自己的儿女一样的看待 也希望你们也希望你们也把这个家当作自己的家 好不好啊 何伯伯 是啊 小军小姐 我们说好了 我们是一家人 小军啊 何妈妈也跟你说过 很想有一个像你这样的女儿 何妈妈 之前吧 我还担心呢 没有办法养活你们 可是现在好了 何伯伯有了好的工作 完全有把握把你们养大 而且 等过上一阵子 我准备送小杰去读书呢 真的吗 我真的可以读书 当然可以 爸 我呢 我现在也可以去读书了吗 等你身体慢慢好起来以后 爸爸也就放心让你去读书了 那我不就是可以跟小杰一起去上学了 小杰好棒 好棒哦 上学去了 上学去了 好棒哦 终于可以去上学了 姐姐我能上学了 太好了 你真的这么打算 不后悔吗 之前我和你一样 也有些不忍心 但是听了叶副总的话 我觉得这样做 一点都没错 小军和小杰要是认了这样的父亲 他们也不会幸福的 我是在想 如果有一天 让小军和小杰 知道我们在骗他们 知道 他们的爸爸根本没有死 会不会怪我们呢 只能等到了那个时候 再想办法解释清楚了吧 家乡 你怎么来了 小军和小杰的爸爸没死 你为什么要骗他们 为什么要骗他们 我 家乡 你胡说什么呢 妈 不要骗我了 刚刚我明明听到的 你们为什么那么狠心 你们没看到 小军和小杰知道这个消息 有多难过吗 虽然过了那么久 但一直到现在 小军和常常躲着 自己一个人偷偷掉眼泪 你们为什么要让他们这么伤心啊 家乡 你干什么 我讨厌你们 我再也不要你们的玩具了 家乡 你别这样 你听爸爸给你解释好不好 因为小军和小杰的爸爸 根本就不是一个好人 而且他根本就不想要小军 真的 爸爸怎么会骗你呢 小军和小杰的爸爸 娶了一个别的女人 还生了一个女儿 我听说呀 他们想把小杰给抢回来 就是为了继承他们家的香火 你想 这样的话 小军和小杰必然会分开 那小军岂不是很可怜吗 你说 小军和小杰有这样的爸爸 他们会幸福吗 所以 你和爸爸商量好 不告诉他们真相 把他们留在家里 对呀 你不是也很喜欢小军吗 妈妈打算 等你们长大了 就让小军给你当媳妇呢 真的 小军真的可以当我的媳妇啊 当然是真的 所以 你知道这件事情以后 千万不能说出去 要不然 你会害得小军和小杰分开 将来恐怕连你也会失去小军的 嗯 家强哥 你怎么可以把玩具弄坏啊 我心情不好 心情不好 也不可以把玩具弄坏啊 这可是和伯伯昨天刚买的 很贵的 你现在不要管我 平不行啊 小杰 别管他 过来 嗯 来 来 来 好 看到吗 那个小男孩 叫小杰 天哪 和世纪小时候几乎一模一样 这么可爱的孩子回到家了 还有荣平的定位吗 另外那个女孩 叫小军 另外那个女孩 叫小军 真的勤快 又长得这么清秀水利 事先看了一定会喜欢 还有爸跟妈妈 也一定会喜欢的 没方 你别紧张 我们会有办法的 能有什么办法 那两个孩子已经出现了 又长得那么讨人喜欢 一旦事先跟他们见了面 我们这个家就完了 真的完了 没方 你别再喝了 对了卫文 那个何老板 到底什么用意啊 他为什么打听世贤的事 我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或许想利用这两个孩子 向郑家邀功 也或许 是想得到一笔重重的酬劳 但不管他想怎么样 我绝对不会让他得逞的 你想怎么做 不管他要做什么事情 我们都得想办法把他堵上 而且我最近也想找个机会 让他去外地考察 只要等到何老板不在 我就派人去他家 把那两个孩子给接出来 接出来 接他们去哪儿啊 这个你就别管了 美方 你就别再喝了 你就让我喝一杯吧 最后一杯 来 卫文 你要带这两个孩子去哪儿 我不管 但是你一定要记住 千万不能伤害他们 只要让他们在我的视线 之内消失 让视线永远都找不到他们 好吗 我明白 我明白 好吗 美方 有心事吗 没有 可能是这两天太累了 累了就早点回房休息吧 嗯 爸 妈 那我先离席了 嗯 你们慢慢吃 总算是 healthier 社群啊 美方好像有心事 你要多关心她一下 我知道 好 妈妈 以前我偷偷许过愿望 要是能把外婆的天人菊绣成 一定可以找到爸爸 可是现在 就算完成 我和小金 却再也没有爸爸了 谁啊 是我 家祥哥 你来干什么 我是为了白天的事情 来跟你道歉的 跟我道歉 那时候 我心情不好 原来我好吗 算了 我早就不跟你计较了 真的 这个送给你 这个是什么 等以后去上学 就用得着的 你怎么会有这些 我以前也上过学啊 真的吗 嗯 我上过两年 后来我生病了 爸爸就叫我修学 但是以后 我就可以和你们一起去上学了 你们 你是说我和姐姐吗 嗯 是啊 小金 我听爸爸说 现在女孩子也可以上学了 我和小杰去上学 你也一起去好吗 谢谢你 小金 你是不是又哭过了 嗯 没事 我没事 怎么没事 看你眼睛都红了 我真的没事了 姐 你不要难过了 虽然我也很难过 可是 何伯伯和何妈妈说的也没错 人死 再也不能复生 我们要坚强快乐地过日子 嗯 你不用担心我了 既然你现在可以上学 就要好好用功 将来 做个有用的人 来报答何伯伯和妈妈 对我们的感情啊 姐 你也可以啊 家相哥说 你也可以去上学了 我们再跟何伯伯说一下 将来我们三个人手牵手 一起去上学 姐姐慢一点 啊 小嘛小二郎 备个书包上学堂 你是谁 你要干什么 别管我是谁 谁让你们现在出现的 我绝对不会让你们拆散我的家的 啊 太好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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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